诗篇二十五篇第六节 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紧古以来所常有的 我们由第四节开始 大家都发觉在第四、第五、第六节 连续三节经文都是向耶和华 一个呼求、请求的意思 在第四节就关于道路 第五节就关于真理 而这里就是求神做什么呢 就是纪念 我们试试看这个希伯来文 在这里一开始第一个字就是纪念 就是remember 在这个字它又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 所以就结合这个阿道奈 就是向耶和华呼求 求祂纪念 纪念什么呢 这个字就是可以解作怜悯 就是求神纪念怜悯 但是这个字又很特别 因为这个字可以指到什么呢 可以指到就是女性的子公 那就是可能在这个字 通过就是女性的子公 带出那个怜悯 那个意义 温柔怜悯那里 这个字的原意是较为特别 但是除了纪念怜悯之外呢 也都求耶和华 纪念什么呢 你的怜悯 你的怜悯 就是不要忘记了这些怜悯和怜悯 那跟着呢 他就说什么呢 因为 这个字呢 又是可以解采有不同的意思的 这个讲到那个时间呢 就可以是指到就是从古时就有了 就是所以圣经那里呢 中文圣经那里是从耿古以来 所有的 但是这个字呢 甚至乎可以指到什么 永远的哦 所以呢 在这里呢 给我们看到 大卫他求神 去纪念怜悯和慈爱 这两种的我们叫做神的属性呢 其实 是自古以来都有 甚至乎是神 在神里面 就是永远 是存在着的 那所以呢 我们看呢 其实 在我们今天 我们都需要 向神呼求 求神他的怜悯 他的慈爱 是临到我们 纪念这些的 就是 属性 因为这些属性呢 是从神而来 神是永恒的神 所以这些属性呢 都可以说是 伴随着永恒的神 而来 临到我们 七天天会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纪念你的怜悯 你的慈爱 祝你是永恒的主 而这些的属性 都是从你而来 愿主你 将这些的慈爱 怜悯 临到我们 祈祷 祝我们主命求阿门